我觉得这些东西都玩过的没什么意思 要想黑我来点心了行吗 中国现在一项网友一提到这个 那就是国际的问题 这个是因为您丈夫也是国外的 就可以介绍一下 我觉得我到现在还能在中国国家电视台工作 我觉得是一个奇迹 因为我也不是党员 我老公是外籍 孩子是外籍 然后我到目前为止 也没有人跟我说 没有人追着说 一定要改变 然后你才能做什么工作 大家对我都非常的宽容 我从来没有觉得 我觉得好像我一定要改变成什么样才能在这工作 好像我看这两天出了一些小道消息 说我是哪人 而且想象力很丰富 有人说我是美国籍的 有人说我是法国籍的 我也不知道从哪出来的 我觉得这些东西都玩过的没什么意思 要想黑我来点心呢 行吗 我就是中国人 这事我觉得 可能大家不问不知道 行我在这说一句 我是地地道道的百分之百的中国人 而且只是中国人 没有其他任何国籍 如果大家需要这句话 字幕志愿者 准备 就发生了一句话 有时候也没有肯定